我是萬 歡迎到 不OK 戀才 嗚呼 王國 上一集呢 我們就是倒刷了乖該的信用卡吧 獲得的錢錢 捐獻給了阿絲 然後來參觀了 他很美麗很美麗的 村莊建築這個樣子 稍微飛起來給大家看一下齁 他感覺好像又多了一條道路建設 我們等一下來參觀一下這個樣子 那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上一集觀眾有幫我數數喔 我們的壓壓幣已經超過了一千塊錢了 所以乖該 你是不是該給我們口角酒了呢 然後乖該一點反應都沒有 所以呢 我往決定阿 我們必須要再來做一些 更醒目的事情 讓觀竿引起注意齁 我們會來嘗試觀眾說的 欸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 觀力璇的那個箱子裡面 像是放個漏斗可不可以透露他的錢之類的 以及呢 恩 我往覺得阿 因為乖該 都不給我們口角酒 所以我們要把所有所有的 NPC 通通都藏起來 然後在原本有NPC的地方 插上告示牌 引起乖該的注意這個樣子 好 那在今天這一集開始之前呢 請給汪汪留下 一千 777讚的喜歡 讓汪汪知道 你們喜不喜歡看到 汪汪拍這一種 觀眾給的超莫名奇妙意見 然後拍成影片的影片喔 來從阿絲地獄門的觀景台看一下 他這邊多了什麼建設 欸 他這邊好像是多了一個 多一條走道的樣子 因為阿絲覺得啊 他從他家裡的這條道路啊 要走到牛棚這條路 然後再到地獄門實在太麻煩了 然後牛棚裡面還有一個安德 所以呢 他多蓋了一個分支道路 讓我們可以比較順利的 到達地獄門這邊 就不用再經過牛棚 因為牛棚的這些牛真的是超級多的 那這下面呢 因為這個是在湖畔旁邊的道路嘛 所以阿絲覺得 喔 這邊感覺好像很適合蓋一個湖邊小屋喔 因此呢 這邊就多了一個湖邊小屋的小造景 但是呢 他好像就只是一個造景而已 裡面沒有任何功能性喔 對 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小屋外觀 裡面沒有任何功能喔 但是 嗯... 挺好看的 所以太厲害了阿絲 那接下來的話呢 嗯...在之前的集數啊 光不是有請觀眾幫我把鑽石命名啊 還有鞋子命名跟我們的鞘師都命名 還有那個朱布林 大家也要幫我命名一下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 順便再從這個地獄門來去幫朱布林他們命名一下吧 這次要抽的名字比較多 要稍等汪汪一下吼 汪汪等一下就來 好好破壞乖幹 那先抽兩隻豬豬的名字吼 嗯...大概有這些 那因為豬有兩隻所以名字我們也抽兩張吼 來 第一個我們抽到了 喔... 崔姬 感覺是可愛妹子的名字 好害羞喔 第二個我們抽到了 喔... 秀將 喔... 都是可愛妹子的名字 太好了 太好了 來看看你 浴火焚身小豬豬你叫崔姬 另一個浴火焚身小豬豬你叫做秀將 欸你們兩個就是我的 星後工程員了 好害羞喔 看看他沒有 他是有那個的 所以他們兩個都是可愛妹子 再來的話這個是我們那把劍的名字 都是一些很中二跟好像有點好笑的名字 來來看一下抽到什麼東西 喔喔... 狂風草落葉 而且這個名字感覺還不錯 那這一個的話 是那個已經壞掉鞋子的名字 就單純的是給大家抽好玩用的 啊... 那...沒用 啊...真的好沒用啊 以及最後一個是我們翹式的名字 喔...好多喔 翹式的名字挺多的 那有一些... 欸...大家有弄名字的汪沒抽到的話 汪就先跟各位抱歉一下啦 那這個是...啊... 附黑汪基翼 好...那就用這些名字吧 名稱都取好啦 來給各位看一眼 那這個附黑汪基翼呢 它下面其實還有個秘密喔 它有個1010的字串 這個是二進字 是計算機概論的一種演算法 齁...那就...該怎麼解釋呢 我們平常數12345678910 這個叫做實進位 那二進字就是它只有1跟0 然後就會進到下一位了 那汪的管理員肉醬啊 它有解出這是一個... 英文的...單詞是help 救救我 我救我的那個救我的意思齁 那...欸...管理員肉醬就在那邊這樣... 乖乖說 你是不是汪一直拆你副本 所以你開始要跟大家求救了 然後你還把... 求救的這個訊息打成101的字串 其實你是不想要別人救你 你很想說被汪汪迫害吧 那個就是... 汪汪管理員肉醬的發言齁 大家如果覺得管理員肉醬說的沒有錯的話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同意一下肉醬的說法齁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拿一點漏斗 恩...我汪有很多鐵齁 我們來做一點漏斗 來去偷偷看 乖該的那些保險櫃的錢錢 看看可不可以偷吧 雖然汪汪覺得不太可能 但既然觀眾問起來 我們就來try try看 我要在下面放漏斗了唷 我放! 下面不能放漏斗 哎呀太可惜了 那汪想說漏斗不行的話 漏斗礦車總該可以了吧 來漏斗礦車來了唷 然後這邊方便下一個 欸!鐵軌也不能放喔 恩...那沒有關係 我在這邊放一個鐵軌 等一下喔 我總可以這樣子推過去吧 來來來漏斗礦車 上啊漏斗礦車 上啊漏斗礦車 呃...好像還是不行的樣子喔 確認一下喔 我這邊放了鐵軌 那這一次我們再用活塞 把鐵軌給推過去試試看 來來來來 我推一下 喔!鐵軌過去了 鐵軌過去了 剛剛不能放 但是我推過去了 那接下來我應該就可以把漏斗礦車 給搬移到下面去了 上啊漏斗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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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漏斗礦車 沒有...沒有...沒有吸到任何東西 箱子是空的 那我們再弄擠壓箱子試試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NPC 喔他是賣這個超高級鞋子的唷 一定很多玩家用這個任務完成證明跟十塊壓壓幣 跟他放到這個箱子裡面去了 所以我已經不好證了 來我們把這個鐵軌推過去 然後再這個樣子 喔喔那... 這一次我覺得他裡面一定有東西好不好 來來來我把他推過去了唷 我推一下啊 來你有拿到東西嗎 嗯...看起來啊 這個插件還是挺厲害的啊 我們不能用尋常手段來 呃...偷走他裡面的東西這個樣子 現在已經確認漏斗跟礦車 都沒有辦法迫害乖該了 我們就來執行B計劃 我們今天還是必須得迫害到乖該 那就是...欸... 汪汪的字幕是狐狸卷 有提供汪汪的意見說啊 我們沒有辦法打死這些NPC 我們也不能點燃這些NPC 那我有沒有試過 把這些NPC下面的角角給挖掉 他會覺得...他會掉下去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他們的NPC 通通通從他們的組位上 通通的埋下去 像這個樣子通通埋進去齁 然後呢 汪汪就可以把他們 通通埋好埋滿之後呢 在上面插個告示牌 然後呢迫害乖該說 我的口角酒呢 是時候 該把口角酒給放出來了吧 那汪汪就把他們 通通都給埋起來齁 汪汪把所有所有的NPC 都給埋起來了唷 給各位看一下齁 你在下面啦 那下面 汪汪還放了一個活塞 就是說如果 到時候乖該要求我們 把他們歸位的話 但是他好像會自己歸位的樣子 我們就用 控制桿 把他推上去這個樣子 來給大家看一下齁 我推 然後呢他就會摸得上去的這個樣子 那... 欸我現在沒有要他推上去的意思 我要他下來 你給我下來 那我們就先嘗試把他們給埋起來試試看吧 看看齁 來來來來 準備好木頭 然後呢準備好沙子 你給我進去 你給我下去 我們把他們埋起來 埋起來 那我們看看他會不會 跑上來這個樣子齁 他好像是會跑上來的 如果...喔!他會跑上來耶 那我們要執行B計畫 B計畫的B計畫就是 我們要放一個 山木的這個...地板門 然後呢 他這樣就會永遠的掉下去 他會不斷的掉下去 然後我們可以在上面放一個 告示牌 告示牌就會懸空 而且我們還可以打字喔 來看看我們要打些什麼 乖該 該準備 美少女 巫女 孔 呃...孔 我往打一下齁 呵!大功告成啦 上面每一個告示牌都寫著 乖該 該準備 美少女 巫女 口夾酒 摟摟摟 摟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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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很煩人啊 看一下齁 每一個告示牌 都長這個樣子 乖該如果想要把 村民 弄回原味的話 一定一定 會瞄到一眼 這些告示牌 那這邊都準備一個箱子 是 把這邊 挖掉之後 多出來的這些 方塊啊 我們擺好了 那還有這種顏色 跟這種顏色的是 另一個不同的房屋的 我們來去看一下齁 就是 這一間啊 那個 很破爛的 那個 圖書管理員 他在這邊 然後這邊也寫了 喔!美少女 你口腳腳 摟摟摟摟的東西 那 你已經沒有屁用了 修補書都被 我往買光光了 還有你這邊 你原本是賣什麼東西的 喔!他會賣冰欸 但是 為什麼不乾脆賣個 藍冰有夠貴的 好好好 這些東西 我都可以自己生產了 垃圾 垃圾 還有什麼村莊呢 嗯 這裡 這個商店 也是一樣 口腳腳 口腳腳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回顧一下他賣什麼東西 垃圾 跟你呢 這邊商店都沒有跟進 垃圾 那汪汪覺得啊 我們可以再狠一點 我們來看看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來來來 汪汪還有 很多很多的 命名牌 我們來把他們 這些 會一直往下掉的村民 試試看可不可以命名吧 王王準備好命名牌啦 那他們的名字 試試看可不可以改齁 呃 看起來好像是不能改名字的 我來試試看齁 來來 你可以改名字嗎 傻子 這個命名牌 不能對他們改名字欸 有點可惜了 不然我原本想要把 所有所有的村民 通通都改名成 美少女口腳腳 真的很酷 不考慮進口一下 嗎 之類的 這樣子 只要 怪怪看到那些NPC 他就會想起 他應該要來進口口腳腳腳了 但是呢 我們不能給他們名字 有點可惜 汪剛剛稍微思考了一下 可能會有新觀眾 不知道為什麼 汪這麼執著於 巫女口腳腳 這邊有個告示牌 在第一集我們就拍了 巫女口腳腳 一瓶八百塊 請早乖該購買 所以汪才會這麼的執著 但是汪突然又想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喔 就是他們其實有立一些規則啊 OKOK條例 第二則 請勿迫害 原有建設 那其實這樣 我挖他們的地板 好像算是 迫害原有建設 所以我總覺得 我這樣不行 我應該把他填回去 我應該要另一種方法 就是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 村民他們 NPC他們 會 如果離原位太遠的話 會是用船回來嗎 那我覺得他在頭上 塞了哭泣黑鑰匙 這樣子感覺更加的顯眼 然後我還可以 在他們腳腳的部位啊 這樣子 點火就可以把他們遮起來 這個樣子 那他們不會死亡 而且我們還是可以跟他 購買到原有物品 但是呢 這樣子變得 相當的顯眼 更加的顯眼了 因為這邊 沒有黑色系的方塊 欸 來到處給各位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一直來升級這些設施給他們看喔 欸 這樣子看起來 是不是相當的顯眼啊 背景是黑背景喔 乖 乖 你該來賣一下了吧 欸 該來越線一下承諾啦 雖然說那個告示牌 好像不是你放的 好像是鷹鬼放的 但是我不管 我就是要喝到我的 媚少女巫女口角酒 好那 呃 下一集的話 我們別再破壞鋼力人了 我們來搞一下自己的建設吧 來該把村民帶回家 來弄一些咚咚了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哭啊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母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